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亲近阿弥陀佛呢 为什么我们看下面 虽然简单 但是的意识内容很深 下面的那一章 因为在极乐世界修行 跟着阿弥陀佛修行 是比较容易 为什么呢 断烦恼 了生死 成佛果 而且一生只至成佛 葬阿弥陀佛的大愿力 接引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我们就听阿弥陀佛说法 天天听阿弥陀佛说法 努力修行 能够达到最终的目标 这个就是念果的目标 在西方极乐世界 真的断烦恼了生死 容易呀 非常容易 而且你的老师不仅仅是阿弥陀佛 十方诸佛国土就是我们的老师 都是我们的老师啊 而且在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环境非常的配合我们修行 所以真的我们这个环境要修行成就 你能够有进无退 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在这一生当中念佛 一方风顺 是不可能的 点释迦牟尼佛 释迦成佛也不可能 一方风顺 太难 太难 所以你看五量寿经第三十七品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 你今天能够修行精进 用功 勇猛 勇猛精进 你的功德超过在西方极的世界一百年 说明这个环境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看下面 下面的那一章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追随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四肢菩萨 等诸大菩萨 是要到十方世界广度众生 满菩萨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有一些人告诉我 有些跟那些记事聊天 他跟我说 师父 在西方极的世界多好 每天能够去十方诸佛国土 去旅游享福 去旅游去供养 而且也不用坐飞机 也不用花钱 也不用买饭店 也不用很麻烦 回来又什么 你看今天你不是讲得很清楚 饭食精醒 就是回来 吃饭的时间已经准备好了 吃饭好了 动个念头就没有 也不用煮菜 也不用洗碗 这么好的 一个环境 这么大的福报 阿弥陀佛有这样的 有这种的福报 我们是 有这种的了解 但是我们到西方极的世界 其实不是要去享福的 我们到西方极的世界 要去存活的 去度众生的 像以前我到墨尔本 有人问我 西方极的世界 有没有错豆腐 连这个问题他也要知道 真奇怪 你看 有时候 遇到很多这些人 古古怪怪的很多 问我没有错豆腐 这个真的很奇怪 你看念佛念怎么多年 他要问这个问题 为了这个问题操心 真的 有时候搞不明白 想不明白 为什么还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说实在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到西方极的世界 最主要的就是 用满菩提愿 接成佛的 去度化众生 去释放一切诸佛国度 去众生 度那些有缘 特别是你的家亲俊术 因为我们的家亲俊术 过往父母 欺世父母 有时候因为他的执着 造的许许多多的业 他们有时候 堕在山头里面 在瘦苦瘦难 我们有这个能力 去帮助他们 真的 你看那个 地藏菩萨本元经 讲得很清楚 在第六篇 有时候我们父母 过去的父母 都在地狱到现在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在西方极的世界 你有这个能力帮助他们 属于真正的尽效到圆满 就是到西方极的世界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想要跟大家互相来鼓励 我们看下面 既然我们要念佛 要发愿 那这个愿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来看 往生西方净土 最重要一个条件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条件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一定要记住 所谓的心境者佛途境 所以我们念佛 最重要是修什么 修清净心 你看那个中风产世 第三十部是跟我们讲的 一句名号能灭八万亿血生死重 怎么灭啊 从哪里来 靠的就是清净心 所以一个人 我们看下面 一个人你命中的时候 最后一念 如果心不是净念 他是不能往生 什么叫做净念 清净心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哪怕是一念十念 我们都能够往生 这句话我们不能大意 把它看过 因为这句话 跟我们的关系太大了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 就算一念 只要你那个心清净 都能够往生西方净土 今天你念佛念得好 还有意识好的执着 对这个世间的执着 看不破 胖如想 你怎么念 你也不能往生西方净土 这个世界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凭我们的两心 来看看自己 今天我们念佛清净了没有 你讲讲自己 看看自己 你每天有没有在 培养你的清净心 你清净净没有 往生西方净土 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是没办法的 对呀 你ень NOT 可退 说